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今天很開心 因為來到這個教會 給我很親切 多謝Pastor Jim 給我有機會 能夠來到和大家再見面 每一次來的時候 我都覺得我年輕了 因為你們都是很年輕 所以拍到我都覺得 我是很年輕的 看到你們每個人滿面笑容 但是可能我忘記了你的名字 不過不要緊 在神裡面都是大家兄弟姊妹 我們一起先祈禱 親愛天父 你是全知全能愛我們的神 你是創造萬物的神 我們要讚美你 主啊你的言言一打開 就發出涼光 使愚人通達 你的話語指 是我們走正路正確的路 使得我們的生命 不再是暗霉無光 因為你的話 就是我們腳前的燈 路上的光 求你賜我們的悟性 謙卑的心 聆聽你的話語 讓我們的靈命得到掌進 幫助我們聽的 說的能夠同心一靈 被你得著 被你得著 建立 多謝祝 討告奉耶穌的命求 阿門 好 我今天很開心能夠是 跟大家再見面 那我在這裡想 我應該說什麼呢 我是有很多東西想要跟大家分享 最後我就是用這個題目 就是神的真理與人的意見 我想跟大家分享這兩件事 是怎樣影響到我們的生命 我們基督徒的生命 當我們的生命是有神的話語的時候 我們熟讀神的話語的時候 我們的生命就好像 詩篇的第一篇 說說 我們好像一棵樹 還在哪裏 溪水旁 可以有很好的水來供應給我們 以至於那棵樹的葉是四季常青的 還有結果子的 凡事順利的 真是好 所以我今天就要跟大家說 神的真理我們要俗讀 以至到我們不會給其他的東西 譬如人的意見 來影響到我們 以至我們是走錯了路 走冤枉路 好 所以我們今天就在這裡看 你知道世界上 有一本空前絕後的奇書是甚麼 聖經 大家都知道 神給人救恩真理的啟示記錄 這一本書 又說滅亡 他不會這樣的 他是永遠不改變的 因為神的話語就是真理 因為神的話語就是真理 他永遠不會改變的 是永遠不改變的 是永遠不改變的 我已經說過了 我就要說 是耶穌說 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我們很多時候 這樣撥過去 忘記了 原來這裡 神是告訴我們 十四章 十四章第六節 約翰福音十四章十六節 是說到 耶穌指示我們 有一條路是通去生命的路 去認識生命的 靠著耶穌基督就有永生 因為我們是罪人 我們不可以去到聖烈的神 所以我們需要去靠著耶穌 信靠祂 祂在十字架上面的補血 使得我們能夠 洗乾淨我們的罪 以為我們是潔白的 我們能夠去到父神 我們的關係就變成一個很好的身份 我們成為神的兒子 這是多麼榮耀的事情 今天如果人家說 你今天是英女王的兒女 你是不是覺得很榮耀 未必說現在不是 但是你會覺得 哇真是神的兒子 神的兒子 我們怎麼可以有這個名分 原來是神的恩典給我們的 所以這一句的金句就成為我們很熟悉的道路 真理生命 神的真理就是這樣的 神呢 所以我們在《馬太福音》24章35節說 他說天地要廢去 但是神的話語是不會廢去 是永遠存留的 是永遠在那裡的 什麼東西都可以沒有 但是神的說話 人的那個靈是永遠長存的 所以我們這個靈是很重要的 動物是沒有這個靈的 只有人是神特別 是賜給我們 神又很奇怪 他很喜歡用很多個比喻 用一些很簡單的事物 比如說燈啊 光啊 花鳥啊 動物啊 鳥仔啊 這樣來到他告訴我們 他的教導 他的真理 洗到十文仔都曉得 所以十文仔幾歲都明白 什麼叫做信耶穌 什麼叫做神愛我 所以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 神的真理和人的意見 是怎樣去影響到我們 以致我們能夠去選擇一個正當的路 不會被人的意見來影響我們 走過冤枉的路 我今天就帶了一張的錢 你知不知道有假的錢嗎 是的 很多假的錢 特別是大陸香港很多 你知不知道 真的錢和假的錢 怎樣去分別呢 好用的 是不是 我信順了 假的都知道 你熟讀這個真的錢 那你就好自然 你知道假的錢是怎樣 是不是 我都不知道假的錢是怎樣 我都沒有試過 我都沒有用過 但是我用了這些 我知道是真的錢 同樣的道理 神的真理 神的說話 當你熟讀它的時候 你是一樣是 好像用 明白真的錢一樣 你會很容易 你會知道 這是神的真理 不是人的意見 OK 那我們就去到燈和光的比喻了 神的真理是用燈和光來比喻的 有幾節的經文 我就想全部讀完它 然後我就可以說了 馬可福音四章二十一二十五節 他説 耶穌對他們說 人拿登來 喜事要放在斗底下 床底下 不放在燈台上 因為 掩藏的是沒有不顯出來的 隱藏的事沒有不露出來的 有意可聽的 就應當聽 二十四節 又説 你們所聽的要留心 你們用什麼去良氣良給人 也必用什麼良氣去良給他們 並且要多給你們 因為有的還要多給 沒有的 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 好 我們再看另外一個章節 好 《約翰一書一章五節》 這裏又説光 它説 神就是光 在祂的裏面毫無黑暗 這是我們從主裏面所聽見 有給你們的信息 詩篇一百一十九篇一零五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 是我路上的光 這三句的經文 都是告訴我們 燈和光 燈和光的用處是什麼 照亮 照亮人 有沒有人把燈放在桌底下 或者床底下 不會 因為燈的作用 光的作用 就是要照亮人 我們晚上去廁所的時候 都有一盞小燈 小燈 我們不會掉 所以 這裏又説 不可以隱藏的 光是不可以隱藏的 如果你遠遠 你在街上 你遠遠都會看到一盞燈 周圍射的 所以光是不會隱藏的 是顯露出來的 是要傳揚出去的 照亮這個社會 這個社區 這個家庭 這個世界 强調 耶穌強調 聽到的人的責任 責任就是什麼 當你聽了神的道的時候 你要傳出去 使得可以像燈一樣照亮 所有黑暗的地方 留意他那裏說 愈是留心聽的 就愈得到多一點 還是要留心的 要留心聽 要願意聽 要注意聽 要小心去聽 四樣東西是很重要的 聽完之後 還要去做事的 不要聽完就說 算了 好好的 我們要走出來 我們要領受 我們要持守 我們要時時去思想 以致到我們可以行動出來 以致到我們能夠走出來 使人得福 不要自己抱著 不要自己得到就好了 所以你今天聽了訊息 你要告訴別人 神的真理真是滿有能力的 好 我們再看了 人的意見又如何呢 人的意見和神的真理 有很大的分別 人的意見剛才跟神的真理相反 所以它是相對性的 人的意見 是受到時間 空間 地理環境 文化 背景 思想 年齡 的影響和限制 又是因為 人的意見是相對的原因 所以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意見 是吧 如果有一百人 可能就有一百人不同的意見 還有很多意見是不對的 未必是對的 是吧 我說對 可能你說錯 所以很多意見是錯的 是不合理的 是不討神喜悦的 是最重要的 所以人的意見 我們不要體重他 是不合理的 是不討神喜悦的 我們又看到 神是一個 說了說話就算數的 不會像我們說完說話就不算數的 神是一個守藥的神 使人因為 神守藥的緣故 我們就蒙福了 是吧 我就想起 詩篇33篇第12節說 以耶和華為神的 那國是有福的 他所選選為自己產業的 那民是有福的 很簡單 就說 哪個國家 哪個人民 是以敬畏神的 神就會祝福祂的 這個這樣的經節 就是符合美國 美國起初建國的時候 是由一群很建慰神的領袖 所以我們 那麼多人 全世界的人都喜歡來美國 可以說是 滿地黃金 我們任我們去收拾 是吧 但是呢 過了多少年了 六十幾年了 我是六零年代的時候來的 所以我見證到 六十幾年的改變 今天呢 那個美國是怎樣的 變成很瘋狂 很邪惡 很扭曲 很敗壞 很混亂的一個這樣的社區 這樣的社區社團 人民是黑白不分的 道德倫理是敗壞的 六十年代的時候 開始就已經是法庭 是沒有十屆 墮胎是合法化 學校不可以祈禱 換來就是槍枝殺人 開槍 儘管是這個科技是很發達 AI智能的功能 是這麼猛盡 但卻是帶來給我們 很大的衝擊 人是自把自為 失去了敬畏神的心 不認識神的真理 當神是沒有到 扭曲真理 神的真理和人的意見 是混淆了 混淆了 所以儘管社會是很文明 但不能夠除掉人的罪性 好像一個猴子 穿了一件很漂亮的袍子 衣服 有人給他吃香桌 他馬上就吃了 哇 圓形出路了 因為他是猴子 他不是人 他雖然穿了人的衣服 但是他的性情 他的喜好都是猴子 所以 他是不可以改變的 因為他內在的生命是猴子 不是人 無論他外面如何化妝 如何漂亮 如何搞他 他也是猴子 在創世紀 那裡 神說要創造一男一女 設定婚姻的制度 女兒的婚姻制度改為 兩個男人也可以 兩個女兒也可以 這叫做同性婚姻 高舉平等 人權重視 人人人都要平等的口號 這叫做同性 這是我們兩個人的私事 不可以干涉 不可以歧視 這只不過是人的意見 不是神的真理 對嗎 這是人的意見 你再想一想 在亞伯拉海那個時代 我們知道有一件很大的事情發生 就是 索多馬 俄摩拉 這兩個城市 因為同性戀的緣故 遭受神降天火 去滅絕這個城市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不 就是曲解了 這個事實 就證明當時 就是 大逆不道的事情發生 以致神覺得 這件事是很嚴重的 所以祂要懲罰他們 要滅絕 來去審判他們 在利美記 十八章 二十二節那裡就說 不可與男人 糾合 像與女人一樣 祂們 這本事可憎惡的 可憎惡的 這是扭曲 邪惡 曲解 誤解 很多人說 這個是當時而已 不是 這是神的真理 我們又再看 在利美記二十章十三節 人若與男人糾合 像與女人一樣 他們二人行了可憎的事 總要把他們自死 罪要歸到他們身上 自死 這麼嚴重的事情 要用死來去審判他們 夠不夠嚴重 夠嚴重 所以這個是死刑 這是很嚴重的態度 我們再看 保羅 在羅馬書那裡 一章二十六節 二十七節 看看他又怎麼說 他說 因此 神任憑他們 放縱可羞恥的情慾 他們的女人把信性的用處 變為 逆性的用處 二十七節 男人雅是如此 棄了女人順性的用處 欲火攻心 彼此貪戀 男我男行可羞恥的事 就在自己身上 受者妄為當得的報應 這是一個報應 說得這麼清楚 我們就會知道 這是一個個逆性 是逆道德的行為 是雜交 是違背 倫理 不是兩個人的私事 更有人用先天基因 做盾牌 又說政府會立例 我問你 合法的事 不等於是合理的事 亦都不等於是合神的心意 不是合神的原則 不是合聖經的原則 是曲解了聖經 初解了聖經 神的真理是絕對不可以 以人的意見是同等看齊 同等看齊 我們的生活行為 我們的生活行為 應該以聖經的真理 做我們的主導 主導 聖經出面干涉的那些 禁止的那些 而是違背了 效果 那個人要負責 神肯定是不會祝福這樣的婚姻 當神說放棄你的手 任憑你的手 You are in trouble You are in trouble 即是像我們教聖經 不要走 不要跌 他不聽話 繼續走 他就跌 他就受傷 你們做父母都知道 讓他自己去承受這個責任 任憑你 人做了反常你的事 不要怪責 人家不接納你 自然率就是會早死 自然率就是容易會自殺 而且是百病全身 不要怪責人家不接納你 心理有問題不正常的 反而是賴人家不接納你 強迫正常的人去接納一個有問題的人 這是自甚麼 救游自取 救游自取 這個不是神的心意 只要我們基督徒 我們基督徒要信靠信服 明白神的心意 主就一定會祝福我們 可悲的就是 已經成為政治的武器 彩虹是很漂亮的神的Promise 但已經被抹黑了 彩虹成為他們的旗幟 光明正大認為這是一定要接納的 媒體一定要接納 立賴是大力去推行 還有家長要注意 在教育上 在學校裏面 在圖書館裏面 所有的媒體是無恐不入 以前我們經常說 我們要聽先生的說話 先生說是對的 但是現在不是了 所以做家長的 真的要小心 環友是變性自由 自由變性 自由選擇 早上可以選擇男生 下午可以選擇女生 晚上可以選擇甚麼 我都不知道 很混亂 這實在是 使人很痛心的事情 我認識一位的媽媽 她的女兒十二三歲 因為聽了人的意見 洗腦了 她說她要變性 可憐她的媽媽 還要帶她去醫院 做這個變性的手術 結果是怎樣呢 她一生都要吃藥 荷爾蒙是改變了 所以你說是多麼傷心的一個事 一個這麼可愛 一個這麼好的一個小孩 但是聽了人的意見 她要去變性 成為她一生 是沒有辦法可以改變的 這個就是今天 美國這個社會 所以我們在大選之前 我們真的要思想 甚麼是代表我們的 我們怎樣去做 要為這個國家吐告 為這個國家去認罪 去求神憐憫 以為這個國家 仍然是成為敬畏神的一群人 因為裡面仍然有很多很多 敬畏神的人 我們在這裏坐在這裏 網上的很多教會的人 都是敬畏神的人 我們要為美國吐告 讓神來再一次的憐憫 讓人能夠再一次的來到去 敬畏神 以至到這個國家再一次的慶成 被神祝福 所以我們要敬畏神 聽了我們要走到 我們就來到最後的人的回應 是很容易我們就知道 人的回應是甚麼呢 我有一大段經文 但是我先是說 我們需要去聽從 聽從兩個字就夠了 歐悲 英文就是歐悲 英文就是歐悲 神使用摩西將以色列文 從埃及帶到他們出來 又允許給他們一個流奶乳物 一個豐盛 一個肥沃的地方 讓他們去居住 但是因為以色列人 他們的埋怨 他們的不信 他們的小信 他們的敗偶像 結果呢 他們就在抗野那裡 漂流了四十年 本來是兩三個星期 就可以去到加南地 但是神就要他們兜圈 又兜圈又兜圈 使得所有第一代的 以色列人都要死在抗野那裡 他們去不了Promise Land 他們去不了加南美地 我就覺得真的很可惜 很可惜 因為聽了 或者是聽了 這些人的意見 很多搞是非的人在那裡 以至到他們 一下子就沒有了信心 他們經過紅海 經過那個十災 那麼多的奇蹟 他們的信心應該是很堅強的 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所以他們的歷史 成為我們的尷尬 是吧 我們都是像他們那樣 我們今天有六十六本聖經 整個新舊約 告訴我們 但是我們仍然是小信 我們仍然是跌倒 我們仍然是犯罪 賣冤 我們拜偶像 不是真的那些菩薩的偶像 我們可能是拜我們的工作 我們可能拜我們的喜好 可能我們凡是一些東西 或者是拿了神的位置的時候 這個就是偶像 這是偶像 所以我們要警醒 我們要知道我們不要拜偶像 不要讓任何東西奪去 神是我們的第一位 依婚是你的丈夫 都不是第一位 神是我們的第一位 所以我們真的要警醒 要知道 要尷尬 定征明白神的真理 勤力讀聖經 神是苦口婆心地去呼喚以色列人 你們要選擇什麼 你們要選擇 聽從選擇 遵命 因為遵命就有福 遵命就有和 福和禍都已經在他們面前 是沉迷了 所以我們要以色列 他們在抗野的情況 做我們的尷尬 我們要再看《生命記》 二十八章 一二十四節 它說 你若留意聽從耶和話 你神的話 謹守遵行 祂的一切 就是我今天所吩咖啡 就是我今天所吩咖啡你的 祂必請你超乎天下 萬民之上 萬民之上 我們是在萬民之上 每個人都想做領袖 二十八節 二十八章第二節 祂說 你若聽從耶和話 你神的話 你以下的福 這以下的福必追隨你 臨到你身上 有沒有人追著給你一點錢 有沒有人追著給你 這裡有很多錢收拾 這句就是了 祂說 如果你聽神的說話 你聽從神的說話 那些福氣就跟著你來的 多麼好呢 十四節 你若聽從耶和話 你神的戒命 就是今天我所吩咐你的 謹守遵行 不偏左右 有不隨從 侍奉別臣 不要拜別臣了 不要被其他人搶走 臣的位置 耶和話就必使你 做首不做美 哇 做首 做元帥 做最厲害的CEO 但居上不居下 多麼好 哇 真的 我好喜歡生命記 因為生命記是神 苦口婆心的 去告訴那些以色列人 因為他們 神怕他們去了加南地 因為加南地有很多 拜偶像的外邦人 怕他們忘記了神 所以 在他們進入加南之前 神再一次告訴摩西 有十誡 有這件那件 告訴他們 要選擇神 要信靠神 要守我的戒命 這些是苦口婆心 因為神是全知全能 祂知道這班人就是這樣了 是會忘記的 是會忘恩負義的 是這麼大的 四十年有瑪娜 天天都可以吃的 竟然一下子就會忘記的 所以 神是用很多的方法 希望這班人能夠聽話 能夠去奧悲 我們又再看 三十章 第二、第八、第九、十七、二十 我讀完之後你就知道了 他說 你和你的子孫 若盡心盡性歸向耶和華你的神 照著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 聽從你的話 聽話 第八節 你必歸回聽從耶和華的話 遵行他的一切戒命 就是我今天所吩咐你的 第九節 你若聽從耶和華你的神 謹守者律法 你有沒有注意到 有些字經常會重複 又會重複 重複的 盡心盡意 聽從耶和華你的神 第二節那裏有兩個聽從 下面的聽從上面 盡心盡意 這個都是說你要聽話 兩個了 第八節那裏又說要聽話 然後第九節那裏 又說要謹守遵從律法 所以三節裏面已經有四個五個 要你去聽話 一點都不唱戲 唱戲是我們加上去的 好像媽媽經常說 你要穿衣服 你要穿衣服 你不聽話 你有一天你就生病了 因為你冷了 你不聽話 經威耶和華 大而可惠的神 生命記二十八章五十八和五十九節 遵守 謹守遵行 再一次又再一次說 這書上所寫的律法的一切話 是叫你們敬衛耶和華 你神可榮可惠的名 你若不謹守遵行耶和華 就必將其災 就是至大至長的災 至重至久的病 加在你和你的後裔的身上 這個是神說的 不是我們加上去的 祂說你們一定要遵守我的律法 你們要敬衛我 因為我的名字是可榮可惠的 如果你不遵行 你就會有禍了 當然是你不遵行的時候 神是全能全知 祂知數一切對你好的 你不聽話是你吃虧了 所以這些都是強調 我們要聽話 要謹守 聽話就要做 要謹守 這樣神就會賜福給我們 提摩泰後書四章第二節 那裡說 無要全道 無論得時不得時 總要尊心 並要用百般的忍耐 各樣的教訓 責備人 警戒人 勸勉人 這個說話 不只是給傳道人 是給每一個信他的人 無要傳道 每一個基督徒 你有責任 是要去傳福音 傳道不是傳道人 去傳福音 傳起信 無論得時不得時 無論你喜不喜歡 對不對時間 不是下雨我就不去做了 不是我家裡有什麼事 我就不去做了 我要開派對 我家裡不乾淨 我不能夠接待人 這些全部都我們要專心 用百般的忍耐 各樣的教訓 即是用不同的方法 去告訴別人 你要快點信耶穌 所以教會有這麼多的活動 這麼多的傳福音的東西 這麼多的訓練 是做什麼 是叫我們要將大好的信息 告訴還未認識的 我們的親人 我們的朋友 我們周邊的人 或者我們不認識的人 我們都要告訴他們 所以 基督徒有這個責任 是將神的教訓 去警戒人 去勸勉人 使得我們能夠是將我們的信仰 傳給我們的下一代 因為信仰不是遺傳的 不是財產一樣 我現在有間屋給你 信仰是不可以遺傳的 我們是需要去花時間 在我們的小孩裡教導他們 很早就要教導他們 帶他們回教會 用各樣的方法 幫助他們能夠將我們的信仰 是承傳給他們 以至到我們的信仰 是能夠一代一代傳下去下面 所以我們就要專心追求認識神 花時間 和神建立一個親密的關係 要建立親密的關係 是要花時間的 你去問任何一個家長 你有沒有好好地教導你的子女 一定有 他是你的first priority 所以要花時間 所以要花時間 和神建立好關係 花時間在你的子女身上 去教導他們 不要盲目地跟隨人的意見 因為人的意見 是時事是錯的 是不對的 不是討神喜悦的 所以我們要以身作責 所以我們要以身作責 我的金句卡送給他 就是用約書下記 二十四章十五節 至於我和我家 我們必定是奉耶和華 這是我和牧師的守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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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我和牧師的守藥 我不管其他人 這個社會是怎樣敗壞 但是我有責任去教導我的兒女 至於我和我家 我不必定是奉耶和華 這是我們的座右銘 也是我們每個人 應該是這麼做 你要你的後代 享福 得神的祝福 你一定要教導他們要聽話 你要自己要先聽話 你要自己要跟神有親密的關係 是嗎 神是很恩待我 因為我在這個美國 這個黃金 滿地黃金的國家裏面 我看到以前美國的人 是怎樣去敬畏神 以前禮拜日 所有店鋪都關門的 他們不做生意的 他們做甚麼 他們去敬畏神 他們去教會敬拜神 所以我想說去買些甚麼 吃東西 都很難找地方去買 這裏就不是了 這裏 你禮拜日不開門 你真是覺得奇怪 走保 你失了些錢 很多東西是不一樣的 現在的世界是不一樣的 但是我們不能管到人 我們管好我們自己 當我們每個人管好我們自己時 我們就是討神的起源 不是討人的意見 人的意見永遠是不跟神一樣 神是真理 是道路 真理是永遠是走在裏面的時候 我們就又平安又喜樂 我們一起去討告 親個天父 你是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的神 雖然這個世界是很污衛 很動盪 破散了很多的罪惡 曲解了你的真理 沾污了人的心 求你要輸我們的罪 要輸我們心中的一切 不討你喜悅的事 讓我們的心不會被這個世界來佔據 幫助我們警醒 謹守你的真理 使用我們的生命 在這個黑暗的時代 為你發光 為你做見證 教養我們的下一代 去做歌 這個敬善的生活 保守我們的信仰 而是讓我們的下一代的下一代 都是成為敬畏愛你的人 神祢要祝福我們 求神祢繼續祝福這個Skywalk教會 讓鼎姊妹同心合意 讓我們能夠警醒 讓我們能夠聽道有行道 讓我們去聽從祢的說話 謹守進行祢的道 祢就要祝福我們 感謝讚美主 我們這樣感恩討告 是奉耶穌得聖的命結構 阿門 感謝祥 我愛你 謝謝大家 傑